現在被議員爆料說高宏安根本沒送 那沒送到要怎麼檢查呢 好 但剛剛市府說呢 有把棒球場取樣的圖案送給美方檢測 那五月挖了一包 七月挖了一包 現在新竹市府是說 好 五月那一包呢 已經在去年的時候送到美國 檢測結果跟七月一樣 並無不同 一樣的結果是什麼 有事還沒事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有趣 去年五月三十一號 高宏安突然在前一天晚上 九點多 十點才發彩通說 第二天早上要去挖土 挖了七包土 好 當時是為什麼呢 當時他的動機呢 是因為遠見雜誌呢 公布了縣市長的施政滿意度 高宏安又是調查尾 轉移焦點 所以挖了土 挖了土之後 當時高宏安就說 要送到美國專業實驗室檢驗 可是這中間經歷過很多事 包含六月 七月到 美國的專業的球場檢測的專家 來到新竹球場的時候 當時負責的漢創公司 在七月份的時候還講說 那七包土還在我們辦公室 還沒有送去 所以劉康彥才會去問這個事情 不是啊 那個時候有錢 已經有預算出來 已經有要送土的錢出來了 但是至少到去年七月 漢創親口說的 說還沒有送出去 所以劉康彥才會問 在質詢的時候 才會問新竹市政務說 那個土到底送出去沒有 新竹市政務因為講不清楚 所以惱羞成怒 今天才發一個新聞稿 可是這民眾黨最擅長的動作 小草們注意聽 他喜歡問A答B 拿A的頭去逗B的身體 劉康彥問的是 去年5月31號挖的七包土 到底送到美國去沒有 他今天告訴你說有送 是七月的土送了 那他後面補一句說 那5月跟7月檢驗出來的結果是一樣 那請問 其實這問題很簡單 5月跟7月驗出來的土會一樣嗎 不是 那新竹市政務你就很簡單告訴我們 你5月的土是什麼時候送的 那5月你就公布出來嘛 是啊 如果你覺得他有問題 那我沒看到報告呢 7月份的是有檢測報告 但是5月份沒有 那你現在跟我講一樣 那請問證據在哪裡 其實我們也不是很關心 那個土到底送驗 有沒有送驗 或者是驗出來怎麼樣 我相信那土驗出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重點是新竹市政務 你要消費新竹棒球場消費多久 2022年是縣市長選舉 當時的新竹球場這個議題就開始吵 到今天為止已經快兩年了 新竹球場現在可以打球了嗎 還不行 那職棒的新竹球場 衛權龍隊原本是新竹要當主場 就現在沒有主場可以用 那請問新竹市政務你可以告訴我們 告訴所有的棒球迷 新竹球場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用 一個市長做了兩年 連一個球場擠包土什麼時候送驗 你的市政府都完全講不清楚 所以難怪現在有人說要罷免高鴻安 因為實在看不下去了 他已經做了一年半了 你到現在為止 連一個新竹球場都搞不定 更不用講前幾天端午連假 新竹市政務小編說八個景點 大家來了 結果都林志堅了 後來趕快刪文 你丟不丟臉啊 所以請教易三哥 因為現在說圖有兩個月份 五月跟七月 那他是說他有送 這是新竹市府說的 那如果剛才說他七月有送 這個檢驗節我跟五月一樣 那大家第一個要問的是 那五月這一份的報告呢 好第二個就是 那七包圖到底有沒有真的送 這七包圖是哪個月份的 是不是還在漢創的辦公室的桌上呢 好那現在呢 這個新竹市府說什麼呢 土壤開挖過程全程錄音 樣本以蜜蜂帶蜜蜂 在市府各單位聯合開院之後 第一時間偽交由義務協助的漢創運動公司行銷公司來執行 請求寄到美國專業實驗室檢測 那意思就是說 沒記的話都是漢創的錯 不是新竹市府的錯囉 那七包圖已經沒有用了 跟柯文哲一樣啊 因為當初挖這些土 或者新竹棒球場 都是因為高宏安的貪污案的起訴 所以才不斷的去 因為有這個新聞 所以我就去挖挖土 然後去製造另外一個新聞 去蓋住所謂的貪污案的新聞嘛 這一直以來都是高宏安 在流量或新聞操作裡面的目的嘛 後來發現挖土已經沒有用了嘛 所以就不挖了 所以那土也被忘記了 就放在那裡 也沒有送到檢驗嘛 問題來了 從頭到尾 新竹棒球場這件事情 根本都是假議題 新竹棒球場還有保留款 本來就可以趕快說 如果有問題 趕快檢測完之後 趕快請廠商再修復 現在連廠商都要浪槓啦 我乾脆不要 違款我不要領好不好 到底要不要我修復 這件事情都還沒有處理 已經一年多了嘛 到現在為止 新竹棒球場 現在所有的維持的改善 都還沒有進行嘛 這才是選民要的 要質疑的問題嘛 就是說我們 我送去了 然後咧 不是嘛 本來就有違款 所有的施工有問題 你本來就檢測完之後 就用違款去做改善工程嘛 這些改善工程 新竹市分府 本來都有預算在那邊的 你就是不做 不做的目的是幹嘛 就是說林志堅的問題來壓他自己高鴻安的問題嘛 他是為了洗門縫用的 所以那七包圖已經沒有用的 高鴻安案因為七月已經要判決了 所以七包圖已經被遺忘在那邊 冷凍在那邊了嘛 這才是高鴻安最大的問題 他根本不把新竹市政或新竹棒球場 當成是市長應該做的事情 他所有的作為都是為了掩飾 他自己國會助理案貪污的罪行 好 所以請到3Q 你有打棒球你可能比較清楚 我也在想說這個土挖出來 檢測結果相同 所以我也沒有看到報告啊 好啊 那你挖了老半天 你也要告訴我一個結果嘛 預算也送啦 你又不能推給公司說 是因為公司沒有去美國 還是說整件事情是因為被新竹議員爆料出來 現在才趕快做個聲明嗎 我從爆米的角度來講 我們就講結論啦 就是說這個球場能不能用 現在看起來是不行 因為土還在 不能用嘛 然後這一年我們對這個球場的新聞得到了什麼 沒有啊 擋青胎嘛 埋鐵管嘛 然後什麼土一下送一下沒送 一下可以一下不行 然後找了美國大聯盟的來檢測 搞了半天 還是不能打球嘛 就對球迷喔 我今天現在不是名嘴是球迷的情況下 那我們如果要評論的話 其實我們看新聞稿 大概還是會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啦 因為這個早上劉康驗去這個發新聞說 新竹市府沒有做好 市府回了一大篇 然後我特別注意到有一段他寫 突然開挖採樣過程全程錄影樣本蜜蜂帶蜜蜂於市府各單位聯合 看驗後 第一時間好 注意聽喔 送交義務協助之漢創運動行銷公司 意思就是我送 我給漢創行銷 而且是義務的喔 他們沒有收錢 沒有花那順利的錢喔 最後一句叫做請求其 請求漢創公司 寄送至美國專業實驗室檢測 他有沒有說有寄 沒有 他沒有說他送了 對 他寫是否請求漢創記嘛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是責任在漢創那邊 不在市府這邊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選舉過程紛紛牢牢 流言士氣 那你今天如果要以球場為政治攻防的目的 你是不是應該在選後盡全力 把他弄得比以前更好 這樣你檢討才有意思啊 你說他是一個不及格59分的球場 那請問現在是60分還是 可是我覺得現在也不用等他 因為有人在講說他罷免高官 我覺得也不用等他罷免 因為你知道他一審案子 七、二、四號就要出來了 那這個是我個人喔 對政治環境最悲傷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如果有一個政治目的要去做 所以你必須要得到政治的權利 然後來投入選舉 那麼你覺得棒球場做不好 你是不是應該選後把棒球場想辦法變得更好 像之前罷免我說是因為疫苗沒出 那你把我罷免掉之後 疫苗沒出的事情有解決嗎 可是這次不一樣啊 在罷免案 不要在罷免國民黨 你罷免掉一個民進黨變最大黨 你罷免掉三四個的話 民進黨直接過半 如果重選的話 這個就符合他有動機去做這件事情 高宏案的問題不在於 這個他到底專不專業 什麼什麼什麼 扎你助理費那司法要判 高宏案的問題是選前選後不一樣嘛 你把棒球場拿出第一攻擊要案 打到現在掌青胎 土有送沒送不知道事情 推給安裝公司 你懂個 懂個器官喔 懂 不講 所以請教Grace喔 你看喔 那現在大家都說 那罷免高宏案的第一階段連署 現在說需要三千多人 會不會高宏案不曉得說 這個案子已經燒起來 還是他面對他自己官司 可能頭幹嘛沒問題喔 現在突然被人家發現說 七包圖怎麼沒送 有沒有送還不曉得 迫在眉睫了耶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他現在這個圖卡 一直在轉傳說有送有送 所以他是在解釋B 然後來這個想要coverA嘛 因為話說要送 就是已經送出去的 並不等於剛剛晃哥講的那七包圖 那我就覺得 你五月挖一次 七月挖一次 你七月挖一次 這就是假動作嘛 你五月都已經送了 你七月幹嘛再挖一次 他就是一個表演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政治秀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他是要開庭的時候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真的是覺得是這樣 我在想 高宏案會不會把自己的風水 給挖壞了 你發現他一上任的時候 他就馬上去挖了嘛 就每一次挖 每一次剛好自己都出事 對 他挖第一次不久 又被挖出來回見屬的事 再挖一次 然後又開又官司的事 一直挖 然後一直出事 挖到最後棒球場不能用 對 然後最後我覺得是誰損失 是新竹市市民的損失耶 到現在這些土還變成是一個謎 這些土到底是有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新竹市市民的損失 所以現在很多新竹市的市民 他們等不及了 所以才要罷免 什麼叫等不及 因為七月二十四號 一審會宣判耶 那其實有六成的人 很多人如果你在新竹 你找一個人就來問 其實每個人都覺得說 喔 可能會有問題 那可能會有問題的話 大部分是這樣 因為一審就算被宣判的時候 也是由邱承遠來接這個代理市長 那其實高宏案這個頭銜 高宏案市長頭銜還存在喔 並不是說他的頭銜就被拔掉了 所以很多新竹市民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想再等兩年啦 我不想要再等兩年我想要馬上給你罷掉之後 就再重選一個新的市長 為什麼 因為不然你的市政會被耽擱嘛